提到人工智能芯片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可能99%的人 首先想到的都是GPU 2012年使用GPU训练的 卷积神经网络AlexNet 在李飞飞教授举办的 ImageNet挑战赛上 一举夺冠 错误率降维打击其他对手 AlexNet也成为了 人工智能复兴的开端 肯定老大Hinton成为了图领奖得主 左边这位头发仍然浓密的帅哥 日后成为了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开启了AI大模型和GPU 狂飙猛精的时代 话说回来 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既然GPU这么牛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芯片 干脆都给它换成GPU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GPU能做的事情 还是太少了 GPU全称是图形处理器 它其实本来就是用来渲染游戏画面的 但是AI大神们发现 GPU有着大量的 可以并行运算的小盒 特别适合用来计算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于是GPU就被慢慢的用到了AI领域当中 并成为了现代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 但是人类的科技术并不只有人工智能 就像三体里三体人派质子锁死人类的科技的方式 并不是去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不是锁死人类的全部科技 而是只去干扰高能物理的粒子碰撞实验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完全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 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 其他的科技其实全部都是空中楼阁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训练一个大模型就像炼丹 炉子打开之前 你永远也不知道 到底出来的是仙丹还是毒药 人类的科技术其实很复杂 人工智能只是一小部分 更多的基础科学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什么化学分子建模 流体动力学分析 生物基因组学 药物发现 天气模拟和分析等等 那么这些应用都需要大量的计算 所以也被统一称为科学计算 它已经成为人们预测 发现世界上各种运动规律 和演化过程的重要工具 全球科学界也在一直积极的投入 那么有数据显示 全球科学计算的市场规模 每年增长的幅度将达到7.7% 2026年将达到592亿美元 那么除了科学计算 人类科技的进步 还离不开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现代化的生产工具 我们就拿设计芯片的举例 曾几何时 其实也就是在几十年前 芯片的具体的结构和电路 还是靠人手一点点画出来的 非常的费时费力 还特别容易出错 但是现在一颗芯片上 集成了成千万 甚至上亿为静体管 那么就算再想用人来画 也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 这种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也就是EDA软件 来帮助芯片工程师 完成这些复杂芯片的设计 那么这些应用 听起来离我们比较远 还有一些 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的 比如说像什么微信 视频 电商 游戏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每天 都会用很多次的应用 那么上面说的 所有这些 GPU能干吗 能 但是可能不多 因为GPU能做一些计算的加速 但是非常取决于 有没有能并行化算起来的部分 所以这些工作量的大头 其实都离不开 另外一种重要的芯片 也就是GPU 应该听说过 超级计算机这个东西 它主要就是用来做科学计算 国际上有一个 叫Top500的超算排行榜 说白了 里面就是全世界最牛叉的 500台超级计算机 要知道 在2022年6月之前 所有这500台计算机 都是基于GPU为主芯片制造的 直到最近几年 人们才逐渐的去把GPU加进来 作为加速器使用 而主芯片仍然是CPU 前面说的那些互联网应用也是 也仍然大量的依靠 数据中心的服务器CPU芯片来支撑 CPU之所以在这些决定 人类科技数据来发展的领域里 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性能 一个是灵活性 性能不用多说 肯定是越高越好 但是衡量性能的标准和指标 还有很多 比如说单位时间内 完成浮点数运算的数量 还有完成某个运算的时间等等 那么不同的应用会有自己更加关注的指标 那么就像天气预报的计算 至少要看在预报的日期之前算出来 总不能去打马后炮 所以算力其实非常重要 那么对于互联网应用来说 小的延时可能更加的重要 毕竟女朋友希望你回复信息的速度是这样的 除了性能 灵活性或许才是CPU相比GPU最大的核心竞争优势 很多人把CPU比作大教授 GPU比作是一堆只活作加减乘出的小学生 那么对于能分解成很多并行运算加减乘出的这种应用来说 一堆小学生算的或许比大教授还要快很多 但是对于前面说的各种应用 大教授知识面广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啥都懂 啥都能算 那么对于CPU来说 灵活性主要体现在软件层 开玩意员可以通过憋切软件 直接把各种应用在CPU上跑起来 你也总不希望那些花了大钱做的超级计算机 只能用来算天气吧 那么说了这么多 你应该已经非常清楚 为什么科学计算和互联网的应用离不开CPU了 但是它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CPU呢 我们传电脑用的台式机CPU能用吗 总结起来 执行高性能科学计算 主要看中CPU的四个方面的因素 分别是核心数量 核心频率 缓存大小和内存带宽 它们共同决定了CPU的性能 比如说双精度浮点的理论算力值 就等于单位时间 通常是单个时钟周期 可执行的浮点运算的次数 这通常由缓存大小和内存带宽来决定 然后乘以核心数 再乘以每个核心运行的频率 一般来说 核心数越大 频率越高 缓存越大 内存带宽越高 CPU的整体性能就会越高 那么和台式机CPU相比 除了频率这一条 高性能计算的CPU 在其他的性能指标上 都是降维打击的存在 那么之前视频咱们专门说过 AMD一颗CPU卖8万 到底凭啥 今天咱们就再拿AMD来举例 比如说AMD的台式机CPU Ryzen 9950X 最多有16个核心 机频4.3GHz 三级缓存 加起来一共81Mbps 相比之下 AMD的Epic服务器CPU 随便咱们挑一个 比如说9554 标配了64核 机频3.1GHz 光是L3级缓存 就达到了256Mbps 是9950X的三倍还多 不过要是说缓存大小 AMD还真没输过谁 因为他们有一个 名叫3D V-Cache的 内存堆叠技术的黑科技 它最早是在三年前的 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上发布的 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了 可以极大的提升 三级缓存的容量 虽然说是黑科技 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用熊孩子乐高 来给你演示一下 假设 这个就是一个chip rate心力 上面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就是CPU的内核 比如说我这里就是有四个内核 通常来说 内存也就是S-RAM 是在这个心力外面 它们通过导线来连接起来 但这样就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延时 损耗 吞吐量也很低 所以在这个3D V-Cache技术里头 就直接把这个S-RAM 也就是这个白色的部分 直接给它怼在CPU上头 像这样 直接怼在上头 然后两边通过一些这种硅结构 给它支撑固定住 挡住它 不让它动 这样存储器和CPU之间的连接 就不需要通过导线了 而是直接通过硅通孔 TSV的方式连接起来 所以不仅缓充容量大了 缓存的带宽也显著的提升 缓存延时也极大的缩减 那么根据AMD的数据 互联密度比2D的方法提升了200倍 能效比其他的3D方法提升了3倍 这对于高性能科学计算来说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现在AMD的第四代Epic 就有一个名叫热纳亚X的产品鞋 它使用第二代3D微凯式技术 比如说它的旗舰产品9684X 就可以做到单芯片 怼了64M内存 然后一颗芯片集成了12个芯片 再加上CPU原生的三级缓存 这样整个处理器的总共的三级缓存容量 就达到了1152M 这个也是单个CPU芯片首次缓存容量突破1GB大关 那么除了缓存容量逆天 9684X还集成了96个内核 每个内核都是基于认识价格 还采用了台积电的5nm工艺 进行制造机频2.55GHz 甚至比没有3D缓存的高端CPU 9654还高 当然了 这也导致了整个9684X的TDP功耗 达到了400W 真性能猛兽了 所以它一般都用在对性能和内存带宽 有极致需求的场景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科学计算里 这种流体力学CFD 有限源分析FEA还有天气仿真等等 那么和友商的第四代志强搏进的8490H相比 9684X在这些领域 能够取得2.2倍到2.9倍的性能提升 微软之前也公布了一些数据 在它们的云数据中心里 采用了3DV开始技术之后 计算流体力学的性能提升了80% 有限源分析的性能提升了50% 天气模拟仿真性能提升了19% 那么新线设计思统化EDA 也是一个狠点的场景 它并不是一个软件 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软件供给 那么包括RTL仿真 综合布局布线 实取分析 物理检查 集中参与提取 模拟仿真等等 几十个环节 那么在设计一颗芯片的过程中 这些环节可一个都少不了 而且很可能都要跑很多次 那么和前面的一些科学计算 还有点那么不一样 EDA软件到现在 还基本都是单核 或者是小规模的并行 没听说过用GPU去加速的 所以CPU的单核性能就是关键 那么再加上现在的芯片设计 越来越复杂 参数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要把参数都保存起来 缓存大小就非常重要 这么一看 集成了3D V-Cache的9684X 也是天然适合EDA应用 根据EDA巨头公司 新思科技的数据 使用3D V-Cache技术之后 仿真软件VCS的性能提升了1.2倍 模拟仿真工具PrimSIM 物理设计工具Fusion Compiler 静态实践分析工具 PrimeTime的性能的提升 达到了1.2倍到1.4倍 这么一想 9684X这颗芯片说不定也是用这些EDA工具设计出来的 更快的芯片 更多性能提升 更快的芯片 更多性能提升 左脚踩右脚 直接就上天了 那前面说科学计算是怕包罗万象 包含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应用 那么对于CPU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视频中我就不再一一列 我总结了一个表 包含了高性能科学计算里的一些典型应用和软件 以及它们关注的性能指标 以及它们的应用领域 你可以暂停截屏查看和保存 当然了也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各种黑科技 还有984X这些旗舰级的大杀器 但是千万别以为现在高性能CPU只有这一种 事实上靠一招包打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要不然AMD也不会在高性能CPU领域分出四个类别出来 那么除了旗舰热纳亚和带3DVCache的热纳亚X 还有支持云渊生的贝加墨和低功耗系列希耶娜 那么就连旗舰系列也在卷 不仅有96个核心的9654 还有兼顾核心数和主频数的9554 它最高有64个核心 但是基频就有3.1GHz 做到了高核心和高主频的兼得 那么和984X一样 9554同样是基于认识架构和5nm工艺打造 对于服务器CPU来说 认识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对AVX512指令机的支持 如果你没听说这个东西也没关系 它其实就是一个用来加速高性能计算 大数据分析等等这些并行计算的指令机扩展 这些并行用本来应该是GPU的舒适区 但是CPU加上AVX512之后 就相当于加了个狂暴光环 通过更大的位宽 更多的混合精度和运算 和更多类型的高性能的运算指令 让CPU的并行计算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那么根据MT的数据 Epic在支持AVX512之后 进行自然源处理图像识别这些应用的性能 都比之前提升了3到4倍 那么和之前一代的旗舰7763 也就是之前视频你说过的 王思聪装机用的那个CPU相比 9554的浮点性能提升了90% 整数运算性能提升了60% 双路系统性能平均提升51% 外设方面的9554也是高举高达 支持128条PCIe 5.0通道 和12通道的DDR5内存 单路处理器内存带宽 可以达到460GB每秒 内存性能比7763直接翻倍了 同样重要的是 这个U的价格只需9000枚刀 属于鱼和熊掌既要又要的选择 事实上现在很多数据中心 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是这么选择的 之前视频里也说过 我要打不高换服务器了 并不是玩耿开玩笑 是真的考虑换新 不过一旦咱们真经白银化出去 不考虑性价比那是不可能的 有钱任性直接上9184X或者9654这些旗舰大杀器 大概率是没错的 但是像我们这种科研团队 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兼顾多个应用场景 而且价格合适 前面说的有线源分析 流体力学求解 生物信息科学这些领域 954这种核数多 主频高 Io 核内存带宽大的CPU 其实也都能做 而且做的已经不错了 虽然大概率不如大杀器 但搁不住人家便宜也不是吗 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2024年第一季度 AMB在全球数据中心CPU的营收份额 已经达到了33% 而且还在增长 想当年这个数字可能都不到1% 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技术的执着和包容 另外也是由于对产品的更细致的划分 就像木工不会只有一种锯 要点满人类科技术的所有技能点 也不可能只靠一种CPU 那么关于CPU的技术进步 你怎么看 你觉得CPU仍然是刚需 还是会被其他的芯片所取代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 请点赞 请关注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